流感肆虐众 意图看懂流感武汉肺炎症状哪些不同 近来武汉肺炎疫情严峻 民众也积极预防 疾管署表示 近期流感疫情持续下降 2月16日至2月22日 更达单周门急诊人次创进5年新低 不过当周台湾仍有10人因流感死亡 其中一人年仅29岁 发病后10天过世 疾管署提醒 民众仍不可掉以轻心 应持续加强手部卫生及咳嗽礼节 如出现类流感症状 务必戴上口罩紧速就医 并医医师指示服药及在家休息 疾管署表示 流感为急性病毒性呼吸道疾病 主要致病原为流感病毒 常引起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疲倦、流鼻水、喉咙痛及咳嗽等 但通常均在一周内会康复 流感病毒可分为A、B、C及D四种型别 其中只有A型及B型可以引起季节性流行 目前主要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 有A型流感病毒的H3N2亚型 以及B型流感病毒的B、Victoria 与B、Yamagata种系等四类 疾管署表示 爆发流行时 重症及死亡者多鉴于老年人 以及患有心、肺、肾、肾脏及代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 疾管署强调定期接种流感疫苗 是预防流感病发症最有效的方式